老婆, 我回來了 可以回來了嗎? 怎麼樣?今天又沒了影又失蹤 又不去診所, 電話又關閉 還要這麼晚才回來 你今天有看電視, 你有看新聞吧 有宗交通意外 巴士撞在燈柱上, 翻側了 我在那輛巴士裡面 發生意外的時候, 我電話飛了出去 我之後不僅去不了診所 我又無法聯絡你, 我無法聯絡診所 連我的鑰匙也飛走了 我回來也要按鐘, 你看看我 對, 很有創意, 這次又有造型 其實你不如問姐姐 在編劇裡還請不請人?你去做編劇吧 你開車的, 無緣無故乘甚麼巴士 其實你不是不想要嬰兒嗎? 你就是說我獵造有巴士意外出來 你自己開電視看看, 麻煩你 而且你去過診所很多次 你知道那裡不能坐車的 那我就乘巴士了 一千年都不會乘一次巴士 一乘巴士就有意外 你覺得是不是冷血? 我現在告訴你, 我遇到交通意外 你不去看看 我擔心我有沒有受傷不僅 你還在側問我, 懷疑我 有沒有搞錯? 一聽就知道你沒事吧 我上兩次沒去就不是我想的 而這次我遇到交通意外 更加不是我能控制的事 你是不是覺得這樣也是我錯? 你是不是覺得這樣是我錯? 我只是覺得這件事已經拖了很久 我不想再拖, 我很想盡快完成它 我也很想盡快完成它 我不覺得你是想的 我只是覺得你好像鬆了一口氣 我完全感覺不到你去不了診所是遺憾的 我也感覺不到你對這件事有多迫切 我是很想在一個最佳的狀態之下 去做秋貞 你也知道我最近工作壓力很大 而且我在失憶之後 好翻接的第一個哈爾濱大項目 我一定要做成績出來給公司看 所以我就說你在這裡拖 你這個人這麼無理取鬧, 這麼瞞不講理 我洗澡了, 行了 我剛剛看完電視新聞 我原來那個巴士整個躺下了 那些乘客要在打破玻璃窗爬出來逃生 現場一片都…總之很恐怖… 聽說傷亡的數字也很嚴重 你想想, 公義能撿回一條命 也算是幸運了 真的這麼大件事嗎? 難道爸爸會騙你嗎? 兒妹, 你不要再經常跟公義吵了 發生這種意外沒有人想 對了, 你應該多點關心她 我會關心她的了 那你早點休息吧, 再見 再見 我真的這麼嚴重嗎? 不用裝睡了, 我知道你還沒睡著 對不起, 老公 對不起, 我不知道這麼大件事嘛 剛剛看新聞才看見, 別生氣了 唉呀, 那你今天整個下午都沒了聲氣 我太生氣了, 哪有心情看新聞呢 那你現在相信我不要騙你了 相信呀… 我知道你是無辜的了 那怎麼樣?你發生了這麼大件事 沒有震動嗎? 沒有, 發生了這麼大件事 人家已經送到醫院 做了一個很詳盡的檢查 沒有受傷 那就好了 讓我幫你檢查一下 看看有沒有平衡 小小也應該有的 在上下下看清楚 都說沒有受傷了 沒有受傷就好了 那我們就可以了 不要了… 很晚了, 我要睡了 晚上就對了, 有些事是晚上才能做的 不要, 真的不行 我今天經歷了一件這麼恐怖的事 基本上我的魂魄還沒齊 我哪有心情做過那些事 今天真的很累, 我很想睡, 好嗎? 不准睡, 我不睡你也不准睡 又怎麼樣? 你是不是不愛我? 你是不是有別人? 什麼?你怎麼想錯我旁邊? 我沒有, 威夫, 別這樣 如果是這樣, 你說為什麼? 為什麼你這陣子一下班回來 就是睡覺? 總之我沒有對不起你 我作為你太太 我有太太的直覺 我當你的威夫 我就是覺得你避開我 我沒有… 你別胡亂猜, 行不行? 但是我告訴你為什麼了 我最近在吃生髮藥 為什麼要吃生髮藥? 吃生髮藥會怎麼樣? 我最近做事很大壓力 我正在做一個項目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壓力太大 我又有那些壓力縮 你看看… 所以我就要找個醫生 拿生髮藥來吃 但是那個醫生又告訴我 吃這些生髮藥有副作用 副作用就是可能我最近會… 不行 蛤? 會的嗎? 是啊 那你知道我不是對不起你了, OK? 你是沒有對我不住 但是你對我們的嬰兒不住啊 這個重要關頭 你吃什麼生髮藥啊? 你現在看TVB USA 官方頻道 不想錯過更多精彩片段的 就快點訂閱吧